换上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二套上野 HODERKIVI 国产选手打野KIVI 以及外援上单选手HODER 听头还是给到KLIT 确实在这两轮的BO3BO5当中 我觉得他的发挥是很出色的 又是HODER上场之后面对的是ZOOM 先听一下吧 这场比赛登场之前HODER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比赛更加强烈,我会感觉到缺乏的地方 比赛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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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W的改变是把牛头送到了BENGUY 对,上野区的牛头确实给自己制造了太大麻烦了 变招了 不迷信恶加特了 不迷信这个目前胜率确实有点低的英雄 直接是拿到一个瑞兹不光是DWB的擅长英雄 同时也是牙膏在前几轮比赛中拿得非常多的一个英雄 是,RW两把相对于昨天IG的BP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思路的转变 就是他不去过多的封锁CLEED的英雄 但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两局都输了 还是可以参考一下IG 这个中野的对抗其实是有对抗性的 因为瑞兹虽然前期没那么强 但刀妹前面也没那么强 我觉得这首可以选一个布隆 毕竟对方的上野 那中野摆出来布隆这个英雄优先级很高 还是厄加特 那有可能是瑞之上 然后厄加特这个厄加特的胜率是没有更新过的 这是瑞玩的这一把 这是季后赛前的一个胜率 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迷惑 还是维鲁 这把我觉得甚至都能玩会心流的维鲁 那我觉得斯巴老杰这边的选择不多了 瑞吧 这个选择感觉也就只有瑞了 西威尔 西威尔的问题就是中前期有点弱呀 这个英雄 他应该就是推线也是自己发育 就这把的主题两边都不在下路了 瑞加这个西威尔加圣 对 西威尔就自己玩了 对西威尔自己玩了 这就是QW AAA 其实你以打团的角度来说 布隆在两边都很克制伤蹤也 因为两边都是拥有很多进场 一种斗士型的意义 但布隆线上就是没有那么好用 对 原棋没那么好用 对 而且从支援的角度来讲差一点 所以绿毛这边在考虑 但是我觉得还是布隆稳定一点 因为你这个时候出软服下了 太容易被找机会了 就是你出那种像风女啊 纳美这样的意义 你非常容易被找机会 其实对R大乐这边吧 就是西威尔在加入到团战阶段的时候 他的一个大招 相当于对自己阵容的一身强心技 这个西威尔的大招 如果能够在主机场中 也有一点点优势的情况下 加入到团战会非常的有效 对RW这个阵容 这样 比赛开始 今天季军中夺战的BO5 第二把蓝色方是RW 红色方是京东自己选择的这个选边 加油 RW 加油 RW 加油 加油 RW 加油 金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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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毕竟面对刀妹 他在线上是有机会被刀妹打出单杀的 这个对阵 这个拉线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打远程英雄你把金战兵往后拉一拉 他补金战兵的时候就容易被你骚扰 这个其实还是个挺好玩的小绩效 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对面打野如果平凡的照顾你 你线很难控制 一级上面中单的对线其实这个拉线的效果可能不像以前这种下路可以拉线的结果 因为毕竟线短 但是可以让你前面近战英雄在补刀上面稍微速度那么一些 吃亏一点吧 如果对方拉的话自己就吃亏 对 上路一级已经被捶成这样了吗 呀 呀 这个压的有点过分 讲道理 这个压的血量上有点过分 喝两成了 而且因为纵目是比较有经验的 他也是选择的一个腐败药剂 这样Holder的腐败药剂其实现在消耗的非常快 而且你前面带这个秘机 带苏去打一击的时候跟艾莉去碰是不可能赢的 这局我觉得京东也有猜到瑞茨跟俄加特的一个配线 这首杰斯选择就很到位 对 这也是重招牌英雄之一了 这个在地他用的特别多这个英雄 九筒是上半区保护上单的一个开法 他是红区打完F6持络人就尽可能的保护上半区 这样你即使打野过来我九筒也在附近 这个演的时间直接续上 对九筒继续给他续演在回家之前 就是完全把前期的一个东西倾泻在杰斯身边 很舒服啊打网吧有这个朋友帮你续费 对对对 直接帮你冲了这样的话 入在上路可以继续的去压制荷加特 TV是掌握了下半部的核道迅界线 上路这波线回推应该是不太有机会的 很难动啊这波终于币也没什么蓝了 他这个蓝一个E吧大概 因为瑞兹前面的E技能非常费蓝 之前版本削弱过 诶张琴走上来了 但这位终于币好像是没有W的时间 那就直接帮忙把线追一下吧 下路这边 从对线来讲前面没什么太大的可能性会出现对线的击杀 凯威尔选出来就配合圣的一个圣物之盾 直接前面就推了 推了不跟你打架 而你说右边京东在没有打野过来的时候 布隆主动上来Q 凯威尔有一个魔法盾 基本上先手打不起来 对 你要打圣的话圣也有一个E技能 现在就是我想知道Kiwi点没点饼干啊 呃 Holder点没点饼干 他要是点了饼干我觉得还可以 这种这边是有点的 如果没有饼干的话 这个上路的对线会更难受 嗯 吃到了 复卫剑大 吃到了恶灵剑 把蓝回了一下 蓝是满的 这个下路的对线西威尔递真的是 没有太大的 但我觉得压线上面 维鲁斯加风女对这个阵容上面的压线 可能会比复容再强那么一点点 对 但是他还是要考虑到小规模打架以及被干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我们有必要考虑的 就是当 圣道六他走了以后 你选蜂女是绝对没有月塔能力的 但你选布隆是有月塔能力的 还能扛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 你可能会连西威尔 就两个人在塔下西威尔都可以在塔下安全的那个兵 对如果你是蜂女就是 圣走了以后的压制能力差一些 哎这个位置过来 应该是占卜秋果扫出两个眼 然后这个眼排不掉了 他直接插针眼排 还是要给到压高一定的上半步区域的一个压力 因为RW这个上中也 除了上路这条线前面比较难受 但你可以看到厄加特等级起来 他的W有了以后 杰斯的消耗就没有那么有效了 他已经是交过一轮TP了 两个人都交了一轮TP回来了 Q下来 这个Q下来是比较调皮的 因为会被瑞兹跟过来打一套 但九筒其实就在旁边 而且杰斯第一时间已经在网中路靠了 所以这波RW也是很果断的拉掉 对 下路来讲剩的血量好像被消耗的比较残 这个位置嘲讽闪现 想对线抢打 感觉这波打绿毛的话 不一定打得死啊 还差两下平A闪现 AW重置普攻 刺帮老子这波打得很细 这下过去本来是需要两下等A死 但是AW直接是一发入魂 奇亚装长补了一个点火 主要这波下路动手 是因为九筒已经知道九筒在上半步 然后Kiwi刚刚是直接从中路应该是水上行走 很高速就是下路那波一闪的时候 造星一定是从中路拼命的在往下路跑 你看这时候造星 他就是一路往下路跑 这个位置嘲讽闪现给治疗 A A 这下A到 什么老子闪现AW 两块披萨饼直接拍在脸上 而且因为希威尔的一个被动 你在A到敌方英雄的时候会加一个移速 所以他在前期对线是很容易出现这种 追着你A的情况的 应该是我们OB照下来之前 下路京东消耗了 把技能交到其他身上 然后沟通出来 包含打野这波能来 所以抓了一波一闪的一个机会 RW打出一血 在下路拿到优势 人头给到 斯马老子很重要 因为暴风大剑已经先抢拿了 对 这个位置剩过来帮帮拔创 因为这个红Buff如果剩不来站一站 很有可能对方要过来搞一波 瑞兹特线被压在塔下了刚才 所以胜过来给了个视野之后 把红Buff成功地让赵姓收下来 那先推完 准利的稍微掩护一下 绿毛 没有闪现这段时间 所以自己在河道做事情的时候 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但是下路得手对于RW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双人组的推线 京东可能在没有打野来的情况下阻止不了 那我现在河道的视野就可以一直靠着游动的双人组去建立 京东的下半部的视野被压缩 那上半部的上中野原本前期也是被压缩视野 他自己加红打完又去了对面的红 然后回去再给蓝到都因币 即使现在京东有在蓝区的两个章点位的视野 但是现在抓不了这个瑞兹 这两个视野也是白插的 待会瑞兹回来的时候应该会检查那个草藤 把控制守卫给平掉 不过现在组毛在上路的对线还是压制的挺好的 这个15刀左右的优势 临近20刀的优势一直是有的 这波兵线推过来给他吃一吃兵 应该是10刀左右吧 不过现在Zoom要格外小心 那就是慎道6的这个时间点 有视野看到了牙膏以及酒桶的位置 西伟直接看到了两个人溜 酒桶能包到吗 一闪没有撞到 但斯巴老贼的护盾刚才已经开过了 这位置没有闪现 斯巴老贼应该是要死了 人头被牙膏拿到 是 这波4月2 他的护盾挡了什么呢 我们刚才没有注意啊 如果斯巴老贼这波有护盾 那我觉得盛势都走了 是不是挡了Klee的喝完酒的那一口W 这就狂暴 一会儿应该有回放 我们看一下 那这波抓的实际很好 因为这波可能能拿医学塔 是 因为那个距离 其实老贼已经是开大招贴墙边在走 E3也其实没撞到 两个闪现过来 但符文禁锢没有出手 对比出现了一个瑞兹经常会出现的失误 就是你贪这个EW的控制 还贪得一秒钟 但下路Loken找到一个机会 应该是大招直接极限距离先手 哇 这波骑压应该是有点想要看 能不能保住这个塔吗 要多送一颗人头给京东 而且火龙被拿了 这颗人头下路一斜塔还掉了呀 下半局京东打得非常好啊 在前面对线被击杀的情况下 因为召唤师技能没有闪现 京东一个赛翁失马的思路吧 就是你虽然杀了我的人 但你没闪现了 所以这波我来强阅你 我觉得这一波是一个点位上面影响到的东西 应该是那个控制守卫 现在还在地图上面没看到 京东这波赶月下应该是知道了瑞兹去收篮 而且瑞兹收完篮以后 打野都没有往下半步靠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抓到了一波 很好的4月2的一个机会 这波确实是 这个塔我觉得守不住了 这个局势下守不住 而且斯马老杰没有带TP 他即使撑到AD复活 他都不可能守住这个塔 我觉得有点没必要了 下路这一波 这样节奏再次来到了京东Gaming的手里 因为你们要 我们要思考的点应该是 上一场的4月2 尝试的4月2中也被抓 但这一波京东的4月2是没有风险的 没有人来抓他 其实真的想一下刚才上路那波 我DW如果是把打E的那个技能打上W 他符文技工只要定住 赵信就能接 就杀了 其实他定住就算赵信 基本上他自己过去给个虚弱 0.8秒嘛 刚才又没有水晶鞋 是绝对够你上去给虚弱的 基本虚弱给他 那个杰斯就稳死了 但是很多瑞兹包括职业圈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他希望能够EW控制住 稳稳的一个2秒 那输出循环的一个习惯 就是瑞兹的先手 大部分都会采取EW 因为通常都是有一个 额外移速上去贴到脸上 然后给一个EW 哎呀大招 赵信这边直接大 圣也给大招 但是这波波扎到脸上了 打了个闪见之后 刀妹带下来回身 click开了一个秒秒 特别跟大招直接过来了 布鲁一个大招 踢不了对面三个人 九筒先被收掉2打2的一个残局 背回来之后 超越死亡的苦局 没有到斩杀线 而且做不到场 打一个被动不走 奥特开了一个秒秒 之后两块秒秒 对面这个位置应该是走不掉了 这波因为没有司马老贼 而京东这边五人齐齐到场 那这样杀人带破塔 带继续推进 我觉得感觉前期又崩了呀 RW这局 Kiwi出现了在一个 有一点点迷路的位置 被牙膏找到一波非常好的先手机会 而且这波RW不想要推啊 他其实这波吃到了脚械 被炸回去在这个位置 然后直接被在上 河道按牙膏下来再打一波 这波即使套了一个虚弱牙膏 还有拉敞的机会 偷了这波其实锁定的位置已经不错了 翻也翻到 但就差一点点的伤害 而且布隆太强了呀 在这波团战当中 布隆的被动 基本化身了死神的那个镰刀 他挂谁被动谁一定会死 而且因为下路是先被推掉 一斜塔的RW在换线上面 维鲁师是先退了一波线 所以这波团在中路 京东是五打四 老贼到最后是没有到场 因为兵线上的烈士 兵线已经来到一塔塔下 斯马老贼刚才那个位置过不来 其实这波我觉得卖打也是 对于RW来说 马后炮来说 绝对是最好的角度 但是我觉得就是剩大招扣下来 他们觉得要卖这一招 卖两个太伤了 因为本身如果是剩的大招没给 我觉得卖一下是可以接受的 就刚刚正常来说 造型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自家的蓝区 因为那波是什么 是你上路被对方双元主推兵线 你应该是防守对方进蓝区 然后压制你的上塔 但是他出现在中路的左侧河道 轻视野被京东找到机会 还好有嘲讽 好险好险好险 这位置要是没嘲讽死了 他要闪现上来了 也不是死了 他有闪现 这位置打了个旺杀球果下去 发现对面两个飙行大汉 挡在自己脸上 这一局其实跟上一局 有一个比较相似的问题 就是打到15分钟左右 京东这边的刀妹的发育 都要比一个正常的中单刀妹来得快 而且他这把还是出了 提亚马特推线型的 就先出提亚马特的这个刀妹 中外塔刚刚是已经被拿掉了 而且这是峡谷先锋 甚至都还没有使用的情况下 因为在12分钟左右 被打团灭的比赛 还是比较少的 是的 上路线过来 不过有西威尔在 这个线应该是可以轻松的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现在前面下路的烈势 导致连带的整局 思路上不是RW想的那样 因为本身我们觉得这个思路是 RW尽可能让西威尔在下路 保证不掉塔同时去推线 然后让上中也在前15分钟 去做比较多的事情 但现在因为下路那一波塔一掉 西威尔被迫换回来之后 整个节奏就非常乱 对RW来说 反而是京东的推进打得非常的舒服 是 这个推塔节奏出来 几个点吧 就是京东下路那一波越塔越出来 RW反手抓上那一波 瑞兹没有留住 劫斯没有让上中也在前期 真的取到RW阵容上面该有的优势 这是一个点 第二就是在中路这波团爆发之前 RW没有选择在烈射的时候选择防守 他们选择中路碰 碰了这个点 让京东的雪球直接滚到了一个 有点过大的一个局面 对 不过现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还是能玩的 对RW来 绝对可以玩的 就是相比上一局 他有一个西威尔 他有一个防守 最后是被瑞兹收掉 但是这波已经是正面RW 又要溃败了 这跟上一波是一样的结局 西威尔没到场 又是一个接近团灭 我刚刚不能说团灭 因为两波司马老贼都没死 但是这么玩下去 老贼的装备是不可能领先 就跟得上京东的脚步 你给AD选了西威尔 但是你的剩下四个兄弟要冷静啊 为什么让AD选西威尔的时候 剩下四个兄弟还要不停的忙呢 如果这样 我觉得还不如拿伊泽瑞尔 对不对 起码他带个TP 该打能支援过来 然后相对来讲 发育的时候 就比西威尔要慢得多 这甚至中路高低 已经被打掉了15分钟了 就这么打 我感觉 那还不如选一个EB 我觉得比伊泽瑞瑞有一个好的英雄 叫做老鼠 他这时候会是一件什么 一个幽梦加上一个 或者一个蓝切 加上一个攻速 他还能来打什么团 就是这波 三个人在这个位置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所以只能选择反换 然后绿毛的护盾 直接挡住了HODER的一个大招 独一币这波想开上逃走 也走不掉了 又是LOKER 又 回放了 回放了 就是LOKER又从上面下来了 然后四把老贼发现 不行我过不来 这一波你能从画面上读出RW 为什么挤 他是要打一个率先的汇集 把对方中路的外塔 残血的外塔给拆掉 但是你左侧河道 没有任何一顶点视野 在这波塔打之前 我看了两坑控制所谓 是京东的插在河道 你完全不知道 京东的资源到底是什么时候到 而且他们一直想要去杀这个刀妹 但是刀妹是一个 说实话 刀妹是一个不适合作为第一个激活目标的英雄 除非他冲进来 就是刀妹主动冲进来 你才主动先手他 就是反手直接把他控死 而不是你上去直接杀一个刀妹 因为刀妹的W技能 拒破之武是拥有一个很强的吸伤害的能力的 对 而且他灵活呀 他在Q技能没有进入CG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 把他说定在原地摁死 但这波其实说实话RW也没有真的是先手 他其实上去想压一下位置 没想到牙膏这么果断 直接先锋之刃进来了 然后那个位置就逼着RW不得不打了 这样斯巴老贼好不容易是把上半区的1塔给推掉了 那在AD装备上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落后吧 虽然这跟斯巴老贼自己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决定 就这个对线 对线时期被拿下1斜塔 我觉得这完全是维鲁斯阵容 就是这个英雄选出来的一个阵容优势 但是后续这4-0比起1-1 这完全是团队的决定的一个抉择 这时候斯巴老贼在回家的路上 RW正面四个人过来先想防守下落的阿尔塔 哇 这是一个输出桩的9桶的滚动9桶啊 直接把奇牙炸到了3分之2的血量 哎呀这个时间段 就这一局的Holder的厄加特 比上一局的Dewinby的厄加特 在这个时期间封的是更惨的 对啊 因为他从线上就不好受 他一开始就对一个杰斯 阿尔塔放这个位置 18分钟 已经是8000了 就在第二波中路打之前 我觉得RW还有靠着西威尔 撑到那个时间段来打翻盘局的机会 但又打了一波以后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现在有点难 这是有点难了 这个现在难度很高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你是主动选胜 布隆被留在最后的一个选择 但是你这样打 没有打多打少 所有团都是中路 都是少打多 都是少打多 这胜的大招就是什么 就是给他分 哎 腐败腾巴没有命 腐败腾雷没有命中 但这个位置还要开Dewinby Q闪击被命中 被动之后回着一个大撞 盘着特别的造线 而且Dewinby这边已经追过来了 直接是把Dewinby卡在一个墙角 但是Klee的这个位置好像有点冒击 这边车达到车里捅上去 一个大招 侧面的话4打5的一个残局 但是偷的人应该是扛不住了 还想继续在做追击 什么呀 刚满状是闪现大招 车送走了别人 都一遍 司机留在了路上 哇 司机这波没能够自己上车呀 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司机 但是最后被留下来了 等一下司机还没有上车 对 那问题来了 谁开的车 谁开的车 谁驾驶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我相信我们的奔驰总有一天 会让自动驾驶成为一个驾驶的主流 现在奔驰 梅塞德斯奔驰中 带来的最新科技 好吧 是的 这一波车其实抓的时机 已经对RW来说可以接受了 因为刚刚是刀妹不在 这波终于是RW的正面 是多打扫的一个局面 刚才是Klee的一个绕后 Klee的这个位置绕过来 因为是一个纯输出酒桶 所以退的不行 集火想要杀DW DW上有一个天使 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盾 这段时间想拉退 后队已经是出不来了 二加特的一个性质 没有逃跑的能力 这波开车 他自己是有点想要躲一下那个刀妹的大招 他没有直接站在里面 他原地还撸了一套刀妹 导致没有走位回到车的那个圈里 但这波换人头对于RW来说 还不能接受 因为中路内塔没了 我觉得完全不能接受 因为如果中路内塔没掉 没有他中路内塔一直就是没的 一直都是没 他刚才被小五下车直接撞到 只剩高低速度 一番二的话 但是拿到的人头不是一个大人头 刚才是维鲁斯拿到人头啊 你要这么想 对 刚刚拿到九桶的小人头 对 西维尔还是没有人头紧张 是 如果能把这五颗人头的赏金送给西维尔 对于RW来说就是最开心最开心的事情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又到了老生长谈的大龙问题 就是 这一局的大龙依然面临着 哎 上面又被开了 这位置大招已经留住了 西娅这位置嘲讽过强 自己是有闪现的 隔墙被打了一下前脚不出来了 这孤龙 被打出孤龙的一个被动 这一波就大龙的压力产生了一个几个 直接打了 直接打了 这位置holder有踢踢的 RW这波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抢一抢了 这波不抢 这游戏又是拱手相让了 在上方的一个绕后一个位置 大龙血量剩下三层左右 这边牙膏应该是交了一个大招 把所有人放在这个爱口 已经快死了 这个位置 holder过来交一往回走 大龙应该是先被收掉了 那 过不来啊 因为应该也走不掉 宗不交啥把他回撬回来 又是一个富龙的被动 holder倒下 holder倒下 这波 holder倒下 Loken再一次接近神的杀戮了已经是 我感觉 牙膏这个季后赛的状态 比他常规赛的末尾 又往上提了一个 一个党子 京东全队吧 我觉得除了牙膏 剩下就是京东全队 真的打得好 这五名少年在夏季赛 已经带给我们LPO真的太大的一个惊奇了 我觉得那天应该是这个外文的解说 所评价的这几个称号 豪风产现硬流 牙膏这个位置 贼肉 巨破之刃 一看你就只打了他三分顶的一秒的血量 气压死了 反而是气压被死了 再一炮这炮好久没有打到Kiwi Kiwi被打到这一炮有可能直接阵亡啊 Loken跟着大队伍会合 上路的高低塔 眼看就要告破 鲁路斯大招 极限聚会军 Q技能掺到杜音币 直接被秒掉了 一个Q技能 刀妹的Q技能 牙膏拿下人头 另外一边 克里德在上中路的一个水晶 这一场比赛有可能要在25分钟之前画下句点啊 所以我们应该是回家TP回来扛线了 这位置TP回来踢一个远程兵 这波的话 压制拉回来一个超越死亡的恐惧斩掉了 但是也仅此而已了 后的回程被打一个闪 闪现而且QV又被收掉了 后白突压 四马老子这边一四圈只能往后撤 冲上去的吸压 再一次阵亡 他的数据已经来到了尴尬的0-5啊 这样22分钟 又一次快速的比赛 京东Gaming2比0 手握三个赛点 哇 今天的季军赛 其实开打前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啦 就是京东在整个冠决赛上面的状态来说 比RW稍微好 但是 这个状态上面的一个差距 我觉得感觉到了今天的季军赛 又拉大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京东打完埃及 又升了一级 是 虽然输了 但是又升了一级 就有这种感觉 他在面对埃及那轮BO5当中 我觉得算是被逼到绝境了吧 对 使出浑身解数 我们本以为可能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 京东应该会稍显疲态的 接下来比赛中 但没有想到他们通过短短两天的一个调整 让自己的状态 让自己整个队伍的配合更上一层楼 是 因为RW这个队伍是喜欢打 就是打前期的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多打少的一个队伍 但我觉得第二局这种选下来来说 比较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而且另一点 真的是RW自己处理的不够好 RW几波的处理 尤其是中路连续两波莫名其妙的强行开团 对 这个点 确实是直接让自己的一个 可能在前面哪怕下落一下打亏掉之后 还有机会打回来的阵容 变成完全无力回天 这个也是确实我们没有想到的 因为RW这个阵容最好的打法一定是 就是想办法在上中野 就用瑞智这个点上面 在前期领先于刀妹的推陷权 领先于刀妹前期的做事能力 给到压力 下路让希威尔有机会发育 即使我放掉下路的一斜塔 但我在上路如果能交换到人头 交换到防御塔 RW过渡到中期让希威尔有了两到三件套的时候 再反手参团 这才是RW阵容该打的内容 但是他们选择在 管哥说到的中路两波这个时间点 都被一个牙膏在三项没有拿到之前 而且一个刀妹打出了领先于这个英雄该有的一个效果 对 当然我可能客观地想一想 我觉得厄加特这个点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他们也不太想暴露别的东西了 因为厄加特这个英雄 他们在前面党儿记者一直在拿 然后他们觉得既然你没搬我就继续拿 因为他虽然我们说 目前来看是存在着一些使用上的小小问题 但是他依然是一个现代版本很强的点 他是可以用的点 我觉得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理解 就是你与其去选择辩证 拿一个另一个英雄 然后暴露出来这个英雄 导致冒泡再都被搬掉 你还不如拿一个自己已经有出场 然后又确实这个英雄强度还可以的英雄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但是从抛开英雄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整体的状态RW也比较差 在今天起码前场场来看 这个状态也比较的差 就如果有LCK那个数据 就是说前15分钟打野做事的话 这两局可以的 应该是分别玩爆了对方两个打野 对的 就光这一个点就是RW觉得这个队伍 他不太希望遇到的事情 因为如果这个对阵真的发生 在冒泡赛的最后一天抢门票 就RW是一个吃前期节奏的队伍 虽然不是说他劣势不能打 但是RW绝对在属性上面是吃前期的 对的 那看一下MVP吧 看看这次是给到谁 给到的是牙膏 三次的季后赛MVP RW确实就像你在比赛最后说的一样 你会感觉他在几轮打完以后 他的状态更好了 对 你完全没有感觉到 他们有因为一个半决赛的失利 而影响到任何的状态和心情和发挥